欢迎回到海峡拼经济,我是吴雨书 随着大陆经济形态转变 制造业老台商这几年在大陆面临很大的生存压力 于是走一趟制造业重镇东莞就会发现 现在有不少的制造业台商都不制造了转型做服务业 如果要继续开工厂更不能只会技术 还要学会怎么来销售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带你来走一趟东莞 来看看这一波台商的转型热潮 广东的东莞被称为小台北 有将近五万台湾人在这里工作生活 不过这几年台商在东莞很辛苦 什么时候发工厅 美国要学习 作为传统的制造业机定义 东莞这些年招工荒越来越严峻 这边看到进了过好多厂吗 还是比较考虑工资方面的问题 这边都不涨了 深圳都涨 深圳今年又涨了 那个底薪都2030了 新世代工人越来越在意工作环境 工资的成本也水涨船高 让在这里深耕的台商好头痛 今年是比较有压力的一年 我们虽然说只有600那个编制 但是我们目前缺的是 差不多200到300人 或者招工困难 东莞6000多家台器 多数从事的是制造业代工业 市场波动带来的伤痛也很大 从2008年开始就有人感到很吃力 武汉中1990年代来到东莞 他的工厂专门帮日韩欧洲的家具企业 做五金配件 20多年来都是轻轻松松的赚钱 一下子面对订单减少 只能够立刻想办法 我是以送给客人的方式 就你需要我的东西 我就免费送给你样板 你在外地开五金店 那我的东西供应给你样板 全部不用钱 那你买货的时候再跟我来要货 看起来款式很简单的家具把手 其实很多都是大陆厂商从来没有用过的 武汉中把这些小配件齐合成套 为了在内销市场也打出销路 财质上煞费苦心 像这种呢 我都是用斯瓦洛斯奇的 斯瓦洛斯奇的进口的水晶 来装备我们的拉手 这样送给他们 你今天送出去 下个礼拜就订货了 你说快不管 要踏入这个内销市场 最主要就是一定要走出去 生意回来了 武汉中的厂房还是慢慢的被腾空 因为早在两年前 武汉中就开始跳动转行 做起了食品生意 炒好面粉一个一个走过冲冻台 再按压成花 简单的步骤就做好了夏威夷豆塔的饼皮 这来自台湾的手工小吃 在台南丁丁又名 在台南那边有一家 它需要一个月订货才会拿到货的 夏威夷豆经过糖浆调和 再配以蔓越莓丰富口感层次 签在烘烤号的饼皮上 经过烘烤 玲珑可爱的夏威夷豆塔就能完成 不统一凤利苏在两岸名号响亮 夏威夷豆塔还只是食品界的新军 怎么打开知名度 是它的最大难题 你好 我们是隔壁哈外一斗 请你试吃一下我们的产品 还是靠老方法 武汉中把做出来的产品请人试吃 业绩照样节节高升 第一年的中秋节才销了差不多300盒 去年的中秋节我们差不多将近4000多盒 转型第三产业也就是台湾人说的服务业 并不是武汉中一个人的选择 在东莞很多台商都来寻找制造业之外的出路 其中简易龄的餐厅是大家公运最成功的 你在这边也吃了一遍 对 吃了一遍了 干净 第二 菜色很好 第三个不油腻 不管是午餐还是晚餐 简易龄的餐厅都是这里最火爆的 甚至经常有人不远千里慕名而来 餐厅的菜色都是台湾家常口味 清淡爽口 尤其是这道虾松 虾肉剁碎加上马蹄鼻奇 油条的爽脆 用新鲜的圆白菜包裹 更是每桌必点的招牌菜 这里每道菜都是老板娘亲自研发 开店至今她每天都在厨房里盯着 现在简易龄全家一起转行经营服务业 又让简易龄看到大陆消费力的旺盛 我觉得他们的经济 然后他们在吃方面都蛮舍得吃的 不管是半路出家还是误打误撞 改变产业模式成为许多东莞台商的必经之路 而在大陆这个大大的市场 只要有想法有创意 总能够找到自己的道路 南投天空之桥 全长204公尺 横跨八卦山脉 可以远眺彰化平原 外形像是一抹微笑 可以说是台湾最长的梯子吊桥 节目最后带您到天空之桥来看看 感谢您收看 我是吴雨淑 下礼拜再会了 拜拜